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1年8月21日 布里斯托城平步青云 周六凌晨 英格兰冠军联赛第四轮比赛将由布里斯托城主场对阵史云斯打头阵 布里斯托城刚上轮取得赛季首胜 相比之下史云斯三轮依然未开斋 布里斯托城有望在主场拿下近况不佳的史云斯 布里斯托城上赛季成绩未如理想指排名联赛下游位置 球队新赛季目标自然是提升战绩 球队开季前备战准备充分 多场球有赛下来表现上算理想 而且入波颇多 证明布里斯托城有意改善进攻火力 而且球员状态保持不俗 在联赛上一仗客战雷丁的比赛中 前锋维尔文梅开二度帮助球队3比2取得联赛首胜 金铺回归主场对阵史云斯 在近期对赛网季烧战上风的情况下 布里斯托城当然是十柱格施力争联赛两联胜 史云斯上赛季取得第四位 而且已经杀入升班附加赛决赛 可惜最终在伦敦温布莱球场败于冰福特无缘重返英超 本赛季史云斯目标依然为下年升入英超而努力 不过暂时球队表现令人十分失望 联赛直路得一和二负 三场比赛得失球尾2比5 与上赛季相比下滑明显 新元这笔路上仗虽然后被上阵取得加盟后首个入球 但是球队依然未能弥补安组阿修离队的影响 此一远征布里斯托城 球队想取得赛季首胜估计还要等待一段时间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